大家好我是YUN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怎麼利用Windows遠端進行連線 現在大家看到這個123.pad這個P字檔的這些內容啊 大家可以把這些內容 因為我們現在用的是家用版的Windows嘛 使用家用版Windows的時候他不會 他有些遠端連線功能他 沒辦法開啟 那希望大家先能夠下 然後 大家能夠把這個地方要安裝之後他才會有那個功能 然後接著我們首先遠端連線的第一步呢是先將自己如果要設定這台電腦當遠端連線的話要先設定 要先打開遠端連線 首先就是在遠端設定這邊要 允許這部電腦遠端協助連線這個要把它開啟 這個開啟之後這台電腦才可以 才可以被啟用 連端連線那如果不想要被啟用的話大家就可以把這個給關掉 接下來呢是我們要去開始我們因為我們遠端可以連線之後那 我們為了要 我們要為我們可以這樣子就已經可以遠端連線但如果大家不想要輸入帳號密碼的話 那我們還可以再去設定一個東西我們現在先打開 控制台 我們先打開系統管理工具控制台裡面的系統管理工具 打開這個本機安全性原則 本機安全性原則打開打開之後 然後找一下 選擇這個本機原則然後安全性選項 然後我們把這個 帳戶限制使用空白密碼本機帳戶僅能登入到主控台 這個地方 我們把它開啟之後 那這樣我們在遠端連線的時候就能夠不再不輸入 帳號密碼的情況下 能夠把它打開 因為有一些電腦他可能是多人公用如果你是一個帳號密碼的話就是 會讓大家操作很麻煩 所以如果這個地方 打開之後把它選擇已停用的話那你現在這台電腦就可以讓人家不需要 不需要密碼就能夠 不用不需要登入帳 不需要密碼就能夠遠端登入到這台電腦囉 好那今天就先謝謝大家